对,我是租的,但是因为我这里是亚房 但是因为另外两个人都已经搬走很久了 所以呢,我这边像是我一个人在住 就是整栋房子你要怎么玩 但是尽量还是在我的房间里面玩 因为避免房东突然回来 但比较不可能 但是重点是说 我说到你能够拿得出来的东西的话 我一定可以跟你上床 对啊 因为我已经喝酒喝了两天了 都没有用啊 我想说 我心情真的非常非常差 我从昨天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 今天一整天也都没有吃东西 然后呢,我就一直喝酒一直喝酒 听歌一直听歌 一直灌酒一直 是到现在也是醉的啦 然后就是从昨天醉到现在也都没有睡觉 大概睡了两个小时而已吧 然后呢,两天就这样一直醉 然后完全没有心情没有 然后也也自 也已经自杀过了 手也流血了 可是也完全都没有办法 平复心情 就是还是觉得说 想要让 因为这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跟吃死哥的事情 对,因为主要是他的事情先开始之后 让我的心情已经整个严重影响到非常大 之后呢,陆陆续续后面又有越来越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整个人已经 就是觉得很烦 就是也没有想要死 因为我有我的目标 我有我的工作 态度